念佛法门为何是圆顿之教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在大成教和小成教当中,这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属于大成的顿教。 顿教里面也包括圆顿之教。 为什么这部观经念佛法门是顿教呢? 对业力凡夫,发心修行道圆成佛果的过程,在藏教来说,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纸节的修行,要成就的是藏交的佛,类似于阿罗汉的水平。 如果要成圆交的佛,那要经过无量无数的结束。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,还常常会有退转,会有曲折,所以成佛的过程非常不容易。 净土法门,一个业力凡夫,只要信愿念佛,感通佛力,临命忠实蒙佛接引,就能带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这一去西方极乐世界,就等于横超三界了,类似于断剑私祸的情形了。 一到极乐世界,就能得阿炳拔至,不退转,住在大成正定去。 这就类似于通图佛法讲的圆教初驻的水平。 在那里,德阿炳拔至三种不退,就快速正的一生不处,就是等觉菩萨的位次。 在等觉菩萨位次,能够以最后一念金刚心断最后一品声香无名,就称朗然大叫。 所以这个过程,它不会退转,而且非常快速,这就是顿然的了托两种生死之苦,快速的顿然的圆成自性本具的佛性。 甚至它的时间,不需要经过三大阿僧指节的修行,也不需要非得经过菩萨道的四十一个阶位。 四十一个阶位,首先要识柱,识行,识回向,识地,等觉,要觉,从通图佛法你是不能列等的,那一个一个阶位你得要走过去。 就好像这个世间提拔干部,你得要一级一级来提拔,科级,处级,局级。 但是净土法门在三种不退,尤其念不退当中,念不退就是念念与萨伯若相应,就能够顿然超越四十一个阶位,以一个业力凡夫的身份,可以到达一生不处。 这就是净土法门圆顿的一个特点。 为什么很多人很难相信净土法门? 他就很难相信你为什么没有这么一个次第。 谭圆顿,就是超越次第的。 但一般人就喜欢这个次第,就好像念书。 非得要从一年级,二年级,三年级,初中,高中,大学这么读上去。 忽然有一个人,他是小学生,他就不念中学,不念大学,竟然得了一个博士学位,他就觉得这绝对没有这回事。 按众生的立场来谈是没有这回事。 但净土法门有一个特点,他是以果的觉作因地心的,就是以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,恩赐给众生。 众生在因地当中,全设阿弥陀佛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,他就圆顿了,他就快捷了。 这就类似于爬楼梯,你正常的爬楼梯,爬48层,你必须要爬,要半个小时,一个小时。 你从一层楼,爬到二层楼,爬到三层楼,你不能列等。 这个次第,它肯定有一个时间段,它是算得出来的。 但是你忽然坐上电梯上去了,你没有走这条道路了。 你从电梯刷就上去了,你不能由于爬楼梯,就决定他是唯一的,就否定还有电梯的情况。 所以对一个业力凡夫来说,他在了生死,成佛道的正常途径和净土法门代业横超,入大成正定据,被阿炳伐志,快速成佛这一点来说,他是顿教。 所以某一大师为什么说净土法门是圆盾中至极圆盾? 法华经华严经也属于圆盾之教。 但净土法门却是比华严比法华更为圆盾。 那华严经和法华经最终倒归也是倒极乐世界。 如果没有比华严经更圆盾,那为什么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,以善财童子为代表, 经由普贤菩萨大善知识的劝导,一起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? 那肯定极乐世界比华藏世界更有特别殊胜之处,他才会求往生。